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应该四十年五十年那个时候是比较近的 都是一些老村民的人 他们就是种菜 养一些鸡 鸭这样 到了五十年代 慢慢就热闹起来 因为这个地方本来有很多 对啊 香香味道 不过也有鸡粪的味道 旁边有猪 有鸡 有鸭 我还记得小时候 我去那个鸡寮 就是把那边的蛋拿回来 我记得还是很烧的 我去打开来 还有有雪 我不知道它那个蛋其实是不可以拿的 比较开始的时候接触比较多猪农 后来然后是鸡农跟鸭农 当时我的年龄相对是比较年轻的 所以跟农民的交往中 他们都很谈得来 而且也跟我们交流了很多 他们养这些鸡鸭 猪方面的一种经验 所以我们相处是相当融洽的 甚至在多年以后 我们在碰面的时候 我们还是能够很贪得来 因为我本身是住在市区 大自然方面就是 你能够看到很多花草树木 尤其一些很少看见的花草 而且空气也相对清新很多 那时候其实我们那边有马来人 有印度人都会讲福建话 所以很好玩 然后我们就是一起长大 一起过生活的 随着这些小农户慢慢地被淘汰掉 转变成比较更大型的农场 我们提供的服务 就更多是在检验那些疾病 还有农场管理方面的需要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主要都是 帮家禽家序打防疫针 然后也有售卖一些他们需要的农药 疫苗给他们 这是相当重要的 因为有一些疾病 万一没有打防疫针的话 他们的死亡率可以高达100% 所以我们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你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他被打望了 帮他们有取一次 再誓言 接着来 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内部 你们明天